Lets Unbox! 我是刀鋒 今天和大家爆箱的就是 JAR! Rider Kicks Figure Legend Rider Series Kamen Rider Kroos! 又是我們很喜歡的 Banjo 萬象龍我出現 Kroos! 亦是繼無面超人 Biritor之後 Rider Kicks Figure 再次推出 傳說中的無面超人 Legend Rider系列 名單上 見打號 都集中於 Biritor的角色 出一些人氣 Biritor角色之餘 一些沒有出HFF的角色 亦會稍後推出 拭目以待 大家 今集先和大家玩了這隻 好厲害 很受歡迎的第二男主角 還是第一男主角 都分不了 OK 無面超人Kroos 讓大家看看盒子 我真是幾喜歡 今年盔仔版的 封面設計 幾漂亮 不過 發覺好像一個禮拜 比一個禮拜難買 因為每個禮拜都有新款 連同 Lightor Watch 手錶 每個禮拜都有新款 但 好像 那個行貨 排得很少 所以 剛剛 過去那個星期六 都找得很辛苦 OK 先和大家開來看看 我們玩玩玩具 HFF又難買 明明盔盔仔版都這麼難買 趕絕我們 OK 好了 仍然都是我們的環保大使 良心企業 Bandai的環保包裝 OK 先查查 經過多次的教訓之後 先看看盒子 報告隊長是沒事的 安心 先拿出本體 肩膀有關節的 厲害 都算是 這麼多的年虛仔版 今年的技術 或者設計都很有進步 OK 稍後再玩 看看配件 好 又有一對拳頭 厲害 真是拳頭 OK 另外有一把劍 HITOS CROSS 有一把武器 完全沒有色 後面都偷了 交轉頭去玩 OK 試一下主賽 本體 嘩 手都咬齊 好 看看 藍色 也是分幾部分 大腿 上油 藍色 挺漂亮的 之前我們開SHF 都說過 藍色 就好像 偏淡 現在這個 就 OK 挺漂亮的 反而 我覺得它原本 上半身這些 就用回原本的 膠的藍色 反而 好正 我覺得這隻膠藍色 會像 它自己裝的藍色 不要開玩笑 膠的藍色 剛剛欺負到好處 除了我撇除那些 沒有金屬感 沒有層次感 各樣各樣 總之 只計顏色 原本是膠藍色更像 真是 神經病 原本它是金色的 這些變成 泥黃色的東西 算了 虧仔版 一塊水 算了 我們之前也說過 虧仔版 就是粗玩的 不要這麼苛刻 這麼苛刻 才是 辛苦自己 生氣什麼 平平的粗玩 那個 Builder Driver 就整個黑色 那隻 Cross Dragon 都是整個黑色 沒有上油 不停地 幫它上輪 這支棍子 不能動 後面 OK 是全部 沒有色 黑色的 你後面看到 我沒有說錯 那些藍色 真是多漂亮 那些膠藍色 多正 好 試一下它的關節 說肩膀 竟然可以這樣 厲害 OK 這樣 不過它反了也沒有用 它原本這個已經頂死了 浪費鬼氣 它裏面的肩膀已經頂死了 所以 這個東西 不是 你擺動作的時候 會自然一點 這個東西 會跟著你動 就會反起來 會自然一點 那都OK 腳 OK 腳 WOW WOW RIDER KICK WOW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好 今年呢 它小隻了 價錢便宜了 但是呢 它花的功夫 似乎就多了 好老實 小隻了 但是身形 比例 那樣東西 真的 頂有心機 活動都頂好 頂好 頂好玩 小小隻 拿出街 都頂方便 頂好玩 亦都 不怕弄花弄爛 這真是粗玩的首選 另外呢 試一下 HITOKUROS 這把武器 正如我所講 完全沒有上色 後面也有嚴重的偷膠 省得就省 抱歉 環保 不要用那麼多膠 影響地球環境 用少些膠 環保大企業 不過呢 它這把東西 其實是看它的 紋都 抱歉 不要看後面 都幾仔細的 它這把東西的機械 都這樣出來了 如果都是那句 大家忍不住 把東西這樣的話 可以自己 回家加工 買一些Marker 油油好 自己開油油都好 可以考慮一下 整整它 其實它的紋都 整足的 好了 拿起這把東西 上手先 不過呢 就很遺憾 因為始終它的手型 就是萬用手型來的 那把劍呢 就不是拿得很實的 你看到都 俗語所說 吊吊吊吊 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拿得很穩的 這個大家要注意了 好 另外呢 這次這個Lighter Geek Superior 的系列 也是廉家玩具 盔子版 首次呢 可以有拳頭去換的 那換了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 放回 Cross Banjo 很喜歡那些 格鬥的架式出來 咦 換了拳頭 又聰明一點 所以呢 手型真的很緊要 你一換了手型 可以放回那些姿勢 成功仔的神韻 就回來 相當之不錯 今天的爆箱指數 7分 那阿刀呢 過往其實都 有選款買 不會全部規制版都買 那主要那個選擇那個 目標呢 就是一些HF沒有出 或者呢 我覺得他沒有機會會出的東西 那我都會買規制版 換他 去跟這個 HF放在一起的 那這個 這個 玩法 不知道大家是否 都會當它是 HF的 愛的替身 還有一些炒價超貴的 我就決定 算了 不買了 我買規制版算了 Size 差不多 頂住先 都有這個想法 那所以呢 今年 它規制版 就不知道是不是刻意 因為想將 大家的 比較 分開一些 不要經常將它跟HF放在一起 去比較 還是 真的 好像阿刀所說 因為遷就機械人 那些車那些 所以 今年 這個規制版系列 就做小了 一個多兩個 馬 小了很多 不知道哪個原因 我懷疑 都是他希望 將這個規制版系列 分開一些 希望 有些朋友 儲存HF 就儲存HF 想儲存規制版 就儲存規制版 當一個全新的系列去玩 所以 它今年 除了會出這些 GEO的裝甲之外 亦都會開 Legendor Rider 的系列 除了出新的 蒙面超人角色之外 舊那些 都會推出 正好似今個星期 會出 Birito 一些之前沒有出的角色 例如 Cross 和Rabbit.tanku 合體的模式 另外 亦都會出 Ebruito 相當之期待 當成全新的系列去玩 千萬不要和HFF比較 喜歡這個 Legendor Kicks 3G 系列的朋友 或者15、16 不知道買不買好的朋友 記得留意 爆箱兄弟 我都會繼續去買 希望下星期那兩隻 不要那麼難買 我都希望 我又容易買到 大家 兄弟都容易買到 大家都很開心心 拿回家玩 皆大歡喜 如果喜歡今集內容 請希望可以 Like 和Share 記得訂閱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下面也有 Facebook 和Instagram 網址在下面 希望你可以加入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